来咱们回来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这个手写数字这呢 咱们继续对它进行一个优化啊 我们发现准确率还是不错的是吧 你看这个都 如果要是纯瞎蒙 你说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 你就像我们考试 如果要全部用选择题 你纯瞎蒙 大概能考25分 是吧 只要这个题目越多是吧 你就越接近于25度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是十个类比啊 十个类比 如果纯瞎蒙是吧 没有任何算法是吧 那就是百分之十 但是现在这个准确率是0.94啊 那我们就尝试提高一下它吧 怎么才能提高呢 这个你看数据这块是吧 咱们这个一个是调整数据 另一个是不是修改算法 咱们先修改算法 然后我们再尝试着把数据给它调整一下 好 那算法咱们就复制一下吧 Ctrl C 这算法里边这个参数 这个N能不能调整一下呢 这个默认情况下是五个 那我给十个不行吗 是吧 咱们给十个或十五个 我们就试一下 咱们给十个 然后使用KN点 fit一下 将X下和线寸放进去 Y下和线寸放进去 然后呢 KN点 咱们直接可以使用死告 死告这个方法是吧 它就是即包含预测 然后呢 去给我们计算准确率 预测之后 它去计算 准确率 它咱们上面 咱们怎么计算准确率的呀 是不是让算法预测出来的Y杠 和咱们原来的保留的真实值 进行了一个比较呀 所以说这个死告也是比较一下啊 那咱们看一下死告这个方法 该传什么参数呀 大X和小Y是吧 看一下它的说明啊 叫returns the mean 平均的意思是不是啊 exoracy是什么意思啊 准确率 on the given test data at a label test data是不是是各式数据呀 那咱们就将这个数据给它放进去 X下发现test 它的真实的值是多少呢 Y下发现test 这样的话 算法先对Xtest进行预测 然后和咱们的Ytest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指向一下这个代码 好 报错了 是因为形状不太对啊 reshape一下 RESHAP 4000 负一 以后咱们再写的时候 我们都要给它写成负一啊 这样的话不会出错 1000都号负一 指向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它就去运算了 大家看 0.933 我们把这个数据给它升高了 你看它有提高吗 是不是 那咱们再来一个啊 我们来一个20啊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 并不是这个邻居数量越多 它就越准确 对不对啊 为啥 你看我们说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咱们都是找那几个特征最明显的邻居 然后给它分类 你看 如果说 如果说啊 我这个邻居数量给它找多少个呢 邻居数量给你找4000个 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所有的都给它找进去了 对吧 你看这个时候我一执行就更低了 所以并不是越多越好 你看只有多少 0.9116 那所以说找邻居 咱们就是找他 就是说挨的最近的 你如果给多的话是吧 并不是越多越好 找4000个 你看你不是总共才4000个吗 总共4000个 你让我找4000个 那这个里面就是谁出现的次数越多 就选谁了呗 那你看这个就不能调整了 那咱们接下来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Ctrl C Ctrl V 我们呢 依然给它调 那咱们现在调少一下 来一个三个看看怎么样 我们知道4个的时候 咱们是0.941是不是 5个的时候我们是0.941 大家看我们给3个的时候 咱们是0.944 是吧 人家给的默认的邻居数量是5个 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啊 也就是说我们微调的时候 咱们可以选择 在5个左右进行调整了 除了调整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参数可以调整 你看就是权重 这个里边有一个参数叫位 你看如果要是5个 它是0.941 刚才咱们调整成三个了 大家看 是变成0.944了 高了一点点了 现在咱们再看啊 Shift Time 你能够看到第二个参数叫什么 是不是叫位置呀 现在咱们现在咱们就给一个位置啊 位置咱们发现默认情况下是什么 uniform 什么是uniform呀 统一的标准的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一人一票的意思啊 那当然我们投票是吧 这个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你比如说是吧 我说了 我说你找到工作了 是吧 起了四个月不容易啊 这个你找找家工作之后 希望杭州的企业是吧 这个多给你点薪水是吧 杭州的企业停不停呀 不停 是吧 没用 但是如果其大了 要是说一句话是吧 说这个班长同志是吧 王欣欣 认真负责是吧 是社会主义青年 杭州的企业你们要注意啊 要给这个小伙是吧 这个比较好的待遇 那你看着吧 第二天就有人来抢你了 是吧 马上就有人来抢你 说我们给你开十万 你走不走 有另一个铁说我们给你开二十万 那你看同样我说的一句话 法就国态管用 为啥西大大说了一句话 那就很管用了 这叫位高权重 人为言轻是吧 那你看咱们在进行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离得近 就应该权重大一些 离得远是不是权重 就应该小一些啊 你看咱们刚才在画这个图形的时候 我们说 你看 绿色的球是不是离 红色的三角和红色的三角比较近啊 离得越近 他的权重就应该越大 离得越远权重就应该越近 就像你看 习大大身边的人对他说一句话 那就很管用 是吧 你要咱们说是吧 程序员很苦逼 能不能给程序员统一加薪呢 咱们说就不太管用 但是如果习明泽的女 习大大的女儿习明泽 他找了一个男朋友 是搞程序的 然后习明泽就对爸爸说是吧 哎 能不能给程序员加薪呢 那肯定就加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句话 不同的人 去说是吧 那这个效果就不一样 为啥呀 习 你看这个习大大女儿 是吧 离习 习大大不是比较近吗 咱们离习大大是不是就比较远了呀 那这个数据在进行划分的时候也是啊 他离得比较近 他的权重就应该大 离得比较远 他的权重是不是就应该比较小呀 那怎么咱们才能够 根据咱们刚才的说法去实现呢 那就通过with 默认情况下uniform 就是每人都一票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叫distance 就是距离 距离的意思呢 它是跟距离成反比 看到了吧 就是说距离越大越小 距离越近越大 你看它是怎么成反比呢 叫with points by the inverse of their distance inverse是不是就是反转的意思呀 这个艳远单词就反转的意思了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给一个参数 叫低丝寸 直行一下这个timer 咱们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改变啊 有的时候会改变 有的时候呢 哎 效果不太好 大家看 我们这回效果有没有改变 刚才的时候是0.994次 944 你看现在变成了多少啊 0.96次 提升了百分之多啊 是不是提升了0.2个底啊 你知道一个算法提升0.2个底 其实是很难的啊 特别是金融公司 金融公司都有坏账 如果你 如果你进入一个金融公司 你给这个金融公司坏账率 给它降低了百分之二 那你 那你就 就是说 它可以给你分好多钱了 你说咱们假设说 这个金融公司一年是吧 它的坏账率是 咱们假设说 它是十个亿 如果说你要把坏账率降低百分之二 那百分之二乘以十亿 是不是两千万 原来这两千万收不回来 现在这两千万能收回来 再加上两千万的利息 假设说是二百万 就现在就净 就是说这个 如果降低百分之二 就相当于回来了两千两百万的净利润 你让它分给你百分之十过分吗 不过分是不是 但是它会 它会分给你吗 它不会 是吧 它不会分给你 那这个时候 那你就只能撤投了 你说我有一个好算法是吧 我可以加这个 它提升多少多少 你像咱们现在中国的经济一样 现在是之前是高速增长 现在是中高速增长的 你现在找到其他 你说我有一个方法 能够将咱们的中国的经济 是吧 提升百分之一 那它马上就认定你为副总理 如果你真能提升百分之一 提升百分之一 你想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基础上 这是多少钱 是吧 很多钱 那中国现在不是有多少亿 九十万亿吧 提升百分之一 你想是多少钱 是吧 那提升一 提升百分之一 那就是这个 九千亿 那你想 这个 是吧 很厉害的 是吧 提升百分之一 基本上就是将近这个一万亿了 所以说 这个 算法工程师是吧 都是在这个 为这个一丁点一丁点的数据在优化 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好 但是咱们找找找就能够找到 来让它提升一点点 现在咱们再来看它其他的参数 我们看一下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参数 Shift Tab 咱们再来看啊 咱们能够看到 这还有 我们点开啊 还有一个叫algorithm 是吧 默认用的是auto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algorithm 这就是它的算法 你看它 这个用了一些数啊 algorithm就是算法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algorithm use to communicate communicate是不是就是计算的意思呀 就是计算的nearest neighbor 就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计算它最近的邻居 可以使用ball kd 还有这个brute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auto的话 如果要使用auto 那就是will attempt to decide the most approved 这个appropriate 你看如果我们要给一个auto的话 它是不是会自动的选择 你看 就是attempt 尝试的意思是吧 most appropriate是不是合适的意思呀 就是上面这几种是吧 那这几种数到底哪个 这个算法的意思就是找它最近的邻居 我们这个里边 邻居数量不是五个吗 已经确定要找五个了 那就是怎么找呗 又有一个这个算法 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给一个auto就行了 因为auto人家说了 是 它就会使用最 合适的是吧 那这是我们这个算法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leaf 叫leaf size 这个leaf size呢 它是一个 你看它是一个这个叶子的意思 leaf size是一个 leaf就是叶子的意思 size就是数量 默认情况下是30 那为什么又有这个leaf size呢 你看这个leaf size是吧 就是这个跟我们去找 跟咱们去找最近的这个 邻居有关 你看它这来了一个kd tree是吧 什么是kd tree呢 你看上面呢 就是说这个kd tree 就是我们找最近的 这个邻居的一个方法之一 还有暴退 还有这个brute 这个都是去找它最近的 那如果要是一个tree呢 就是树的意思 那树上面当然就有叶子了 它就将我们这几千个 这个底是吧 可以就是说从小到大排列啊 变成一个树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找它的 这个最合适的一个数据 咱们接下来再看p这个参数啊 默认情况下是2 你看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power parameter 什么是power呢 密运算 密运算 你看我们在计算距离的时候 咱们一般是不是都是2啊 有的距离是1 知道吧 有的距离是1 我们的距离呢 有这个欧式距离 有这个欧式距离 还有什么距离呢 还有这个明可夫斯基距离 除了欧式距离之外 是吧 还有 因为我们知道 咱们之前在学 现行代数的时候 是不是有向量的概念啊 向量它在计算距离的时候 它用的不是咱们这个平方 它用的是绝对值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p呢 就是密数的 就是密数的意思啊 还有一个叫metric 就是评价标准 评价默认情况下 它用的是明可夫斯基 还有曼哈顿距离 曼哈顿距离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曼哈顿距离啊 叫做曼哈顿 距离 你看在这儿呢 那这里边这个绿线 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距离 但是真正我要再测 这两点之间距离的时候 你说红色的线 是不是它的距离啊 是不是啊 比如说啊 中国和纽约之间的距离 最短的距离 是不是把地球打个洞过去啊 能过去吗 但是这样是过不去的 是不是啊 所以它最短的距离 就变成了什么呀 地球上这个弧线的距离了 就变成地球上弧线的距离 所以说那就有很多数学家是吧 就重新定义了一个距离 那你看在这个当中是吧 那这个咱们的曼哈顿距离是谁呢 就是X1-X2Y1-Y2 直接来了一个相加 你看这是不是绝对值啊 绝对值就是它的一次密啊 绝对值就是它的一次密 所以说这个曼哈顿距离 我们看一下是哪个颜色啊 是这个红色的应该是 看一下它在哪有说明啊 在这个地方 看曼哈顿距离就是两点在南北方向的距离 加上两点在东西方向的距离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给一个颜色呀 就是这个红色嘛 两点在东西和南北方向的距离之和不就是这个红色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数学家在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比如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到底是不是这个两条光 让它一直向前走 它最后能不能交叉到一起呢 两束光要一直走 能不能交叉到一起呢 咱们现在这个想法好像是交叉不到一起 是不是 因为平行的嘛 平行的话你一直向前走 怎么会交叉到一起呢 但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在地球的赤道上 在地球的赤道上 两个人平行着向北走 最后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会怎么样了 交叉到北极了 是不是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每时每刻我们都发现咱们是平行 但是到了北极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两个人就平行了 所以咱们这个宇宙有科学家就想着是吧 难道这个宇宙就一定是一个这个平行的吗 这个宇宙有可能是一个球形的 如果说这个宇宙是一个球形的两条光线一直走 最后这两条光线就会交叉 所以说才有人提出了另一种几何模型叫黎曼几何 黎曼几何研究的就是球 所以说这个距离是吧 那既然这个标准不一样了 在计算距离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标准 咱们刚才在代码当中看到的这个 我们用的就是敏可福斯基 如果用了敏可福斯基并且咱们给了P等于2 那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叫equivalent 叫standard 你看叫standard 这个你看这个词叫什么 什么欧基里地儿 是不是标准的欧基里德距离呀 我们这个代码当中 你看他用的是谁呀 咱们这个代码当中用的就是 P等于2 敏可福斯基 所以说我们这个代码当中用的距离呢 就是 欧式距离 那现在你看我这样啊 逗号 咱们像P调整成1 也可以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P调整成1 我们执行一下 看看 大家看 P调整成1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计算距离呀 现在咱们发现你看这个等于多少了 0.92 说明是不是不太好呀 有一些数据是吧 调整成1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会好一些 所以说 呃 我们 在工作当中是吧 这个 对于数据进行了清洗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建模 然后呢 我们就调参 调整 参数 到底是1好还是2好是吧 还是多少好 通过这个来 完成 现在的话 这里边基本上这个参数呢 我们都 调整了一遍啊 还有一个叫NJobs 你看这个NJobs是吧 咱们现在呢 来一个NJobs啊 我们让它等于负1 如果它要是等于负1的话 咱们运算花的时间就会短一些 那么它呢 会开启多进程 来帮助我们进行计算 咱们来一个百分号 叫TIME啊 默认情况下这个是1 就是它开启一个县程 执行一下 看它花多长时间 大概是不是花7秒钟啊 6秒钟是不是啊 如果我要给它个负1 也就意味着 我们电脑当中 咱们的CPU有几个核 那么它就使用几个核 你看我现在再执行一下 大家看 多长时间 1.6秒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是这个参数啊 看这个参数 它都有解释 点开这个加号 叫NJob 就是Number of the parallel jobs to run for neighbor search 那就是咱们CPU的这个什么吗 Core是吧 核心数量是吧 叫Number of CPU cost 我的电脑呢 是8核 所以说给个负1 就相当于有8个核都在跑 它在分配的时候 也得花一点时间 所以说 这个就是1.6秒啊 好 那么 我们的数据呢 是这样的 好 咱们保存一下这个视频 谢谢 Frodo 一辑 机会 是